我们现在在谜 如何上谜会 把这个谜再恢复到觉悟 那就用念佛的方法 这个方法 阿弥陀佛教给我们 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 受方一切诸佛教给我们 决定没有错误啊 深圣佛号 深圣自信 用这个办法把自信念出来 明白这个道理 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要跟念佛一样 离是双人 离是不二 离万法皆空 波瑞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这个你决定要相信 决定是真的 可是我们现在迷了 迷了是从自信里变现这些现象 就同做梦一样 我们现在是在梦中 比别人强一点 别人在梦中不知道做梦 我们知道在做梦 知道在做梦 就晓得梦中都是希望的 应该如何应对呢 不齐心 不分别不知处 这就是祝福与法神大司 他们应对的方法 我们把它修过来 这一切法可以受用 不能占有 占有就苦了 不能占有 灾难来了 有很多人要预备 怎么样的应付 储存粮食 储存这个东西 我们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 人家这么做 我们看得很好 那个人根本不做 也很好 大难来的时候 上天还要留你 到时候 必定会照顾你 就像虚云老侯上 白山 朝山 散步一文 路上生了重病 那个病没有人照顾 会死人的 文殊菩萨 就变一个乞丐 画一个乞丐 来照顾他 照顾十几天 把他的病照顾好 他继续 再去朝山 虚云火上 没有预料到 不照顾这个事情 对于这些事情 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我们遇到那一天 走投无路的时候 肯定有人来照顾你 那个照顾你的人 不是阿弥陀佛 就是观音菩萨 肯定他会来吗 我们起心动念 他就知道了 起地心震 这就有感应了 我没有听到 我听到你 都没有承转 我应该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办